夏天為大地帶來雨水 這次跟大家過一個濕身假期 這個情況經常會失手 剛剛說起 有山有水有味彩 介紹一下我今天的教練Catman 去年5月一個人成立濕油油 用貨汽車載充氣的直立板四圍玩 不過很多人都會問 為何直立板要花650元上課 最便宜的可能是百多二百元 但他們給的板可能是滑浪風帆板 或者是溶溶爛爛的板 我都試過給獨木舟掌 你當是直立板掌去玩 有可能很容易會弄傷 還有有機會會弄爛一些工具 所以我們都會建議你先上初級 嘩 是不是這個這麼緊的 很簡單 心灰級 有沒有頂住了 有 頂住了 有 這樣就介心一點 真的拉得太緊 嘩 水很清 玩直立板一般就有 趴 跪 站 三個姿勢 跪就比較優雅 站的時候 手 腰加上腳就發力最好 其實男士他們多數都是 體平衡力未必那麼好 我會瘋的給自己 我們就轉向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一前加一後掌 就已經可以玩了 完成了兩個小時的初級課程 我們決定提升難度 向大海出發 路線由西貢的斬足灣去到鹽田址 基本上一出去的時間 就會有很多大船 快艇 會在這裡玩附近的人 他們船尾發出來的浪 是很大的 所以我們要記住 如果我們是一班人一起出的時間 記得黏在一起 尤其是我們要橫過一些 我們叫寒度的物體的時間 就是中間越闊的位置 嘩 我可以和大家說一聲 沒事還是不要讓自己下水了 上水才是玩直立板最痛苦的地方 再踢 左手按高一點 左手按高一點 不要拉 按 右腳上來 踢高一點 再轉 再轉身 今天可不可以搖 1 2 3 4 單單一個彎後位 中途遇上不少大浪 加上逆風逆流的關係 我們花了一個小時15分鐘 才抵達鹽田址 近年鹽田址的村民開始回流 在島上推廣鹽田 復收小教堂 我們吃一些茶果 稍作休息 我坐了在這裏15分鐘 我變成一隻種的 是否我的腳真的那麼好吃 大家第一次玩 其實真的不要太FF 自己的能力那麼高 可以玩得很遠 回程的時候 因為天氣太熱 我們決定玩一些濕身遊戲 對 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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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跟教練直接玩雙坡比賽 我會贏的 可以 為什麼教練會掉下水 哎呀 太多不要練 3 2 1 哈哈 喂 喂 初學的時間 那些駝子很喜歡 習慣看著下面 下一秒就很緊張 一緊張就掉下水 如果多了個飛碟 去分心 令到你想多點 怎樣可以爬快點 我來了 哇 太多機會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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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去左邊 嘩 嘩 好勝利的節奏 嘩 由於岸邊的位置 都有很多蠔河和礁石 加上潮池漲推 水流較急 所以玩遊戲的時候 都要加倍小心 教練你覺得我今天的表現 是不是100分 100分 簡直是100分 滿分 都取得了 因為我看到 你今天 例如說 站起來的時間 雖然你都會緊張 但是你 就讓自己 怎樣都不讓自己 掉下水 之後再叫你去 例如說 學習不同的爬掌時間 或者去控制方向 都已經很快地掌握得到 喂 玩了整天很餓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食物 可以煮一下 我們就試一試 玩一下一個原野烹飪 OK 原野烹飪 就說 例如說 我們在一些山邊 有可能我們沒有 加士 沒有爐頭的時間 我們用我們僅餘的物資 就是有可能是 炭 或者是一些外面 有可能是一些 枯了的樹木 樹枝 這樣 讓它搭配一個火 然後煮一些食材 那我最主要都是 側膚枝 下葉也可以 這些綠色就不要要了 因為這些 剛剛才下來了 它裡面還有很多水 在裡面 慢慢做 是慢慢地放下去 對 沒有錯 我現在慢慢放下這枝 唉 我真的 好 好 教練 怎麼辦呢 我們還有第三枝 教練 好辛苦 菠蘿炒飯 可以吃到 菠蘿焗飯 也是第一次吃 將新鮮的菠蘿直接起肉 用石子包實焗飯 重點是菠蘿殼不會循環再用 嘗試搓一下 好搓下去 嘩 好噁心啊 這個感覺 嘩 這一批東西的感覺是黏黏黏 但又好像不夠水 嘩 然後再按平 先做一個形狀 好 基本上按平 這樣就可以了 粥烤雞好像燒雞翼一樣 不過粥燒燒一下會斷 加多兩枝就最穩陣了 嘩 對了 說遲遲冷時快 我們的原野烹飪就完成了 好 看起來也是很… 鍋的 這頓飯 嘩 這個心形的菠蘿 真是滿滿的愛心 對 嗯 果然 充滿你的愛心 很多菠蘿 我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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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比較… 比較鍋 還有少許… 煮仔飯的感覺 原野烹飪的口味就較為清淡 亦都不失為一個另類BBQ的體驗